我真的不懂 這樣到底是有什麼意義 真的不懂 手放在上面會怎樣嗎 會 還是他其實前面有人 我們看不到 談論關田區中華路 網友募集男騎士 竟然雙手抱胸騎車 十分傻眼 你看... 他整個人會偏然後就轉彎了 你待會兒想要不要雷槍 剛好遇到人生的變故 正在思考人生 下一步要怎麼走 前方突然有狀況的話 可能會非常危險 我覺得滿誇張的 這樣超危險 5月18號下午5點多 路口監視器拍下 騎士一派輕鬆暴凶騎車經過 警方說這已涉及危險駕駛 將進一步通知騎士道案說明 若涉嫌危險駕駛情況屬實 台幣6千元以上 3萬6千元以下划環 並吊扣該車 還照6個月 18日下午1點多 高雄市三多路 女騎士違規三載 後方有一名大人 他竟然左手抱著小孩騎車 年幼的孩子睡著了 整個人攤在婦人的身上 沒有戴安全帽 婦人抱著他 只剩下右手 垂油門間刹車 看來真的很危險 萬一前方有緊急狀況 後果不堪設想 騎士單手抱著一位 戴安全帽的小孩 違規三載 本身舉將通知 該重機車主到案 警方表示 機車載人未依規定 可罰300到600元 另外孩子未戴安全帽 恐怕也會被開罰500元 民眾千萬別心存僥倖 危險上路 TVBS新聞顧鎖倉方之城 南部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